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2021年的世锦赛热身赛 这是由陈梦对阵男队的销球手马特 国拼的这个性别大战啊,也是办了好多次 让女子选手和男子选手去打对抗 也是为了让他们感受在这种比赛高质量下的冲击 我们来看看陈梦和马特的对决 马特一个反拉式失误了 陈梦也是在发球中,发长球 马特这个旋转很足啊,主动送陈梦的正手 马特这个销球啊,很有特点 他的倒板进攻的能力不错 比起他的销球的旋转还是很强的 尤其对于女子选手来说,想拉穿马特是非常困难的 但看这个球确实是很转啊 陈梦整个人的重心都在往上提 但这个球仍然是下往 马特反手,用反胶 反拉的一把球,这个球是没有打到 看女子选手现在销球的是越来越少 所以说他们对马特这种销球呢 也是难以适应 其实男子选手,这种球的质量更高 这个球陈梦是都快坐到地上,确实很转 哇,一个滚网球 这个球是不转 陈梦还是盯得很准 马特拉一板,陈梦贴 马特放高球 手感确实很好啊 长焦 放的这个球依然这么稳 大家知道呢 就是长焦呢,不容易吃旋转 所以说在放高球的时候 他这种摩擦不够 撞过去这个球想控制一个落点和弧线 是很困难的 马特还有两个局点 陈梦这个球是很强势啊 哇,漂亮 马特是反手,倒板过来用反焦 拿下的这一分 确实陈梦 这球的质量已经是很高了啊 但是仍然是非常难 拉穿马特的这个防守 哇,漂亮 这个球是成功的晃到了马特 把马特压到了反手的底线之后 一把卷正手 马特其实他这个阶段的发球抢攻啊 还是没有打出来 再一个就是送陈梦正手的这个球旋转 陈梦还是适应的比较好 又放起来了 哈哈,这个球陈梦是有一些着急啊 长脚放过来这个球旋转头反脚还是不一样 漂亮 接把球台内的直接拧拉 马特再加质量 不转 这个球还是不转 把球抢攻没有奏效 陈梦的一个机会球 没有打到 哇,这个 拉起来这个节奏啊 刚好是对到了马特的点上 毕竟对于男子选手来讲 这种 飘飘乎乎乎的高调 就是送分球啊 陈梦是连续防了几个马特的 进攻 一个擦往前 陈梦把这个球掉得很高 被马特反拉 陈梦打得很聪明 是正手捂了一板 哇,陈梦是非常艰难的扳回了一局 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比1 男子选手同女子选手打 其实马特只要想把这个球打简单 陈梦想得分是非常的困难 只要削得够顶,够转,够底线 陈梦进台的快拉 哇,漂亮 马特这一板进攻 其实已经是很凶了 陈梦依然防得不错 在这种上选球的理解 确实陈梦的防守 包括反拉都是很有数的 马特晃了一板 陈梦的正手直线 马特连续拉被陈梦封住 因为马特他这个反拉 毕竟是在中远台反拉的 这个球还是很长 给了陈梦一些反应的时间 马特这个球是销了个不转球 陈梦是判断失误 这球是死转啊 这球是死转啊 他还是把这个球拉长 都是快劈底线 削得很赚啊 陈梦对这个球的旋转估计还是不足 男子选手削过来的这个球 男子选手削过来的这个球 他的旋转度 同女子选手还是不一样 还是放高球 这个球是擦网 其实陈梦打高球 确实还是打得不错 哇 漂亮 陈梦放了一个马特反手的短球 但是这个球确实是有一些出台 这样马特是扳回了一局 我们来看第四局的比赛 马特现在就是一点 就是削底线 削长球 确实对于这种球 女子选手的办法 还是不够多 这种高弧线 又慢 对男子选手 确实行不成威胁 同小球选手打确实对陈梦的体力 也是极大的考验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陈梦这一会儿在拉球 确实肩膀已经是有一些反应了 这一局的比分 有一些咬不住 大家看陈梦现在更多的球都是在够着拉 大家看陈梦现在更多的球都是在够着拉 打开 打高球 削了一板 哇 哇 这个球 陈梦砸的还是很凶啊 这会儿陈梦的拉球显然没有前面的两局那么重啊 毕竟是热身赛啊 毕竟是热身赛啊 陈梦还是要注意不要受伤 这样马特是11比2拿下了第四局 我们来看双方第五局的较量 哇 马特削的这个球也是带有强烈的侧旋 陈梦依然是很好的把这个球的旋转 抵消掉了 马特削的这个球弧线虽然说比较高 但是由于它比较转 所以陈梦的这个发力还是要收着 陈梦这一局上来以后还是不错 哇 马特一个机会啊 这个球只要晃到 就有了 马特尔也是在倒板 陈梦也是弧线越拉 越大越高 轮到陈梦放高球的马特的这种力量 陈梦想放高球是太困难 还是消反手的底线 这一次的市井赛对于陈梦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如果说这一次能够圆梦休斯敦 陈梦也是完成了自己大满贯的梦想 马特快做底线 陈梦连续 这就是力量如果不收着容易失误 但如果力量过小又拉不动 马特是扳平了比分 漂亮 马特的步伐很快 尤其是前后 包括交叉步 大跨步 这样马特是4比1战胜了陈梦